易泉诚 浩华 时空音乐 翻译 定安 graph 整理 马桂乔 翻译 写字幕 吴时空音乐 翻译 和声中文字幕 李宗盛 翻译 字幕 吴时空音乐 翻译 图 versary 十诚 翻译 字幕 吴时空音乐 翻译 读解写 翻译 覆文字幕 翻译 翻译 字幕 吴时空音乐 翻译 字幕 吴时空音乐 好 比那个WinJS都多了 我本来在PPT是想讲这个 是想讲一下 4JS就是一个代码组织 就是做一个简单介绍 既然有这么多人举手的话 说明大家或着或少都已经熟悉 所以这一块我会自然带过就好了 就是花五分钟把这个之前在PPT上过一下就好了 就是大家有个初步的印象 没有不了解CJS的可以通过这五分钟 大概就是CJS是干什么的有个印象 CJS的话它其实它是个什么东西 其实很核心的就是前面 前面的话就是说我们作为前端都知道 你的脚本组织跟加载的话 比如说在信用书里面很简单 通过一个搜索标签去引入一个脚本 但是这个会有问题 当这个文件越变越大的时候 如果是你一个人维护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说如果开始变成两个人三个人维护 那这个是就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的话 一个是可维护性 一个是性能 所以这个就是淘宝的一个例子 比如说有一个文件会到七八千核了 这时候可维护性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个解决方案很简单 把它拆开 所以拆开就OK了 比如说那个苹果网就像那个apple.com 直接拆开就好了 它其实解决了可维护性问题 同时它也没什么性能问题 因为苹果比较屌丝 它的用户都是用Supply 然后用Air 所以也没问题 但是如果苹果想到中国来 那就有问题了 所以这种方案来中国是不行的 所以我们还是要想办法去解决 解决方法的话就是说 刚才是文件请求数太多了 所以方法之一是把它在那个combo 把它在那个合起来 这其实combo的方法的话是说 让请求数量低 同时保存的可维护性 就是每个人可以维护自己的文件 不会有冲突 但是同时这个方案的话 还是有性能隐患 比如说这是搜狐 2010年首页的情况 在无缓程的情况下 它要等待三秒钟 你才可以看到它的情况 所以这个很糟糕的 所以这个改进的方式的话 就各种loader 包括LiquiaJS 包括最早是那个都九 然后YI 还有各种各样的 目前的框架内裤 都会有那个通过那个loader的方式 去支持这种 把同步阻塞给解决掉 这个就不多说了 刚才的话 最主要是一个可维护性 当文件变大的时候可维护性 第二个是说 同步引入会有性能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的话 是我们开发过程中 会经常比如说 会有冲突 冲突的话 第一个是有全局变量冲突 全局变量其实是个好东西 只是要用好非常难 其实并不是说是恶魔 有时候用好的话是挺好的 命名空间的话 要解决全局变量冲突的话 就是以为命名空间嘛 比如说像那个YI 就是点击的一个 这种方式去解决 但是命名空间的话 老是要记嘛 或者要依赖IDE的一些提示 你才能记住 反正我用过YI 用过两年多 其实我每次用 还是在它的命名空间 记得不是很清楚 然后它命名空间下面 有什么方法也记不清楚 另外像那个YI 从I到3的话 它其实做了一下改进 它的命名空间是变成扁平化的 只有一级 但是它这个时候是通过Use 把它要的模块给载入进来 比如说然后放在Y上 但这个Y里面有什么 它东西是怎么来的 其实你是分不清楚的 而且中间如果某个模块去掉 你要删改代码的时候 这个时候是相当的苦逼 你要能漏去删选才知道 这是那个YI的一个 它其实是引入了 另外一个全局变量 还有一个就是 最典型的一个情况 比如说国内其实很多网站 都锁定在JQA里1.4.2 或者是1.2.6 然后升不上去了 其实跟这个问题是一样的 就因为老大码太多升机困难 然后时间 老板给的时间又很短 当然要赶快上线 所以最后决定继续基于老的开发 但是一旦这么决定的话 你就悲剧了 你就永远升不上去了 这个是一个很典型的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的话 这个大家也看过的 比如说老板可能看见 苹果网上有个新的效果不错 他可能说我们的营销页面也需要 这个时候就苦逼了 对吧 这种要迁移 其实有时候比如说 如果你的网站是GUI的 或者GMTOS的 那是不能直接迁的 就是中间会遇到一些困难 这个就典型的了 这个我不多说了 我们还是希望有些模块可以跨环境共享 然后这一块是我今天要重点讲的 就是调试这一块 这个是也接着老少的话题去讲一下 这里我就跳过 所以核心的就是CGS要解决的问题 其实就解决这三个问题 一个是我们写代码的时候 一个可谓无信的问题 第二块是信的问题 第三块是一些通用组件的共享问题 OK 这刚好是五分钟 大家知道CGS是干嘛的 就是解决刚才这些问题的 然后怎么解决的话 不需要 很简单 我相信来这个会场的 可能都用过那个NGGS 就是那个NGGS是怎么解决的 CGS就是怎么解决的 非常简单 因为那个NGGS的话 那个Module模块 其实也是个模块加载器 它是一个模块系统 对于一个模块系统来说的话 它就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个 它这个系统的成员是什么 这个是第一个问题要去回答的 第二个问题是说 成员之间如何通信 就只要把这两个问题给解决了 那么它就是那个自洽的 就是一个自成一体的东西 就是模块系统 对于这里有各种各样的规范 包括NodeGGS的 包括COMEGS的 各种各样的规范 这个我不多说 这里可能因为今天讲 是那个NodeGGS相关的 这边就普及一个东西 就是那个NodeGGS 其实它遵循的模块规范 也不是COMEGS 其实也是私有的 只是说最开始是来自于COMEGS 但是它改了很多东西 但是那个NodeGGS的话 它是关注于服务端 服务器端 很多时候我们还是想 把它迁移到那个外部端 这就是那个CGS的一个初衷 就想让大家能够像 在服务端写NodeGGS一样 在浏览器端写我们的前端代码 这是一个初衷 所以很简单 这个模块定义规范的话 就是多了第一行和最后一行 第一行加个那个Define 有个NodeGGS的Module 中间的代码跟那个NodeGGS是一模一样的 你要引入依赖 就引入NodeGGS 然后你要往外提供接口 就用那个XPOS 就这么简单 然后中间要处理的话可能处理依赖 包括这种很BTA的循环依赖 有一个去解决 这是里面比较悲催的一些地方 最基本的用法就很简单了 就除了要加一个Define之外 其他的写法跟NodeGGS是一模一样的 我就直接跳过 默论大家都懂啊 然后要详细了解的就是看这些文章 好 CGS就讲完了 然后讲调试 这个PVT其实是感的比较仓促 但是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就是说讲CGS 如何基于CGS去做一些调试 这是调试实践 现在是介绍我自己 应该在国内如果有关注的话 可能对我这些东西都比较清楚了 我也不多说了 包括CGS目前在做的CGS 还有那个阿雷爱 目前那个都是在做 目前是在那个支付宝 大家不要再见到我 说的时候是淘宝的一波 现在应该叫支付宝的一波 今天的话题主要是 就是都是那个例子 可能会讲到以上这些东西 我们就一个一个来吧 第一个我们其实经常遇到一些问题 比如说像上面这张图里面 我们可能在线上遇到一个bug对吧 然后因为在国内很多公司都会把自己的 原码压缩之后 然后合并成一个或者几个文件放在线上去用的 但是如果线上一旦出了问题 然后我们在那个外部开发的工具里面 经常是看到这种情况 这个时候是哪一档代码出了问题 是哪个文件出了问题 其实通过这个其实都比较被吹的 对吧 其实我们也可以通过比如压缩的时候 通过那个sauce map或者类似的东西去做 应该也可以搞定 但是那人做不是太麻烦了吗 所以在我们这里的话很简单 如果你的页面是基于CGS加载的 因为CGS是个加载器 所以它就可以干很多事情 对吧 所以你其实只要在URL后面 加一个cds-debug 然后一回车会出来一个小窗口 在这个小窗口里面输入一个那个map地址 这个map的话你会认为就是一个代理的一个配置 比如说大家用过Feedler 或者用过类似的一些工具 其实它有个out-waste-bounce的一个type件 就是一个功能 那么CGS它作为一个加载器的话 它其实莫名其妙就已经有这个功能了 所以就很容易去支持 比如通过这种方式一弄的话 我就可以立刻 首先刚才一个文件 它可以把它解包 比如说通过combo 可能原来有四五个文件 它解开之后 它就会单独请求了 就是解开了文件 同时它扎载的是那个圆码 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 在1052行 然后是那个A.js 在这里有一行抛错 就很容易找到你的错误 而且这个时候其实你是不依赖 不依赖网件的 其实也不依赖环境的 你只要有个浏览器 你就可以搞定 而且这个可以用来干什么 其实有个事情就是说 你是那个Map机制 是个映射机制 这意味着比如说我们在移动端开发的时候 你可以比如说可以在iPhone上刷的时候 iPhone的访问一个URL URL上加上这个CGS-Map 然后让它指向你PC端的一个地址 然后你在PC端写代码 然后直接在那个iPad 或者那个iPhone上去刷就好了 这其实不光是调试 也是一种开发的方式 因为时间有限 我就不掩饰那些例子了 大家看懂了吧 应该还是比较容易明白的 其实就是一个内置的那个Feedler 可以这么认为 而且这个Feedler肯定是跨系统的 无论是Windows还是Mac都支持 对吧 然后也是跨渡渡渠的 再看那个第二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其实是挺有意思的 这边这个例子当初是一条 一个朋友是那个李牧 然后他会有一个需求 这也不是他的需求 其实也是我自己的需求 经常我比如说用那个MTOS 或者是用那个YUI 如果你写一个那个继承链 比如说写一个那个Program 然后我们再 它是个负累 这个算了 时间有限 然后我再写个那个Java School Program 这个时候的话 然后依次有个那个继承链 这个时候你要去看调试信息的时候 可以看出这种通过那个Council 打出来的信息 其实一定程度上是那个不可读的 你不知道它的负累是什么 负累的负累是什么 特别是经过压缩之后 你是那个更是那个看不懂的 这个问题其实在MTOS里面有 在那个VI里面有 其实除了 应该在所有的Liquity都有这个问题 但是目前的话 因为如果我们是基于CGS的 因为CGS目前它是有管理狭义之分 目前是基于CGS的话 它同时也提供一些基础模块 那这些基础模块的话 它可以跟CGS打通 因为CGS它是知道 这个文件 这个类 这个class是属于哪个文件的 那么它可以把这个信息提供给这个类 那么它们中间是可以建立那个关联的 这意味着我通过那个CGS提供的那个class去做的话 比如说我要创建一个类 就直接那个class点那个client 就创建一个类 然后要继承的话 是通过那个eStand去继承 通过这种方式去写的这些类的话 那么它的调试是那个友好的 比如说我们一调试的话 就可以看到 看到那个这种信息 就是它会在这个原型链上 会加上它属于哪个文件 比如说我这边打出一个实例 那么这个实例 它是属于那个no.js program的 然后no.js program是 它的副类是那个JavaSully program 然后JavaSully program的副类是那个program 然后还可以看到更详细的信息 就通过这种方式 甚至可以划出一张 比如说你的项目里面有很多类 很多文件 然后有很多实例 可以划出一些那个状态图的 你可以看出当前这个状态 画出一个很漂亮的图 但是目前我还没做 但是理论上它的信息是完备的 就和老高兔的一样 因为它是做compiler的 compiler里面信息其实什么都都有的 只是愿不愿意那个做的问题 对于CGS来的时候也是一样 因为它是做那个loader的 这就是做loader层面的信息 它那个都有 也只是时间问题 就是愿不愿意去那个做的问题 比如说目前的话你可以通过那个model这个制度 你可以看到它的依赖 还有一些各种信息 这个其实可以用来做一些依赖分析之类的 这是那个第二个 第三个就其实是 其实在支付宝是一个比较真实的需求 比如说像这个的话 我们经常比如说会有通过JsonP 或者是通过某种方式去请求一个服务团的API 然后得到它的那个结果之后 可能它有一些status 如果可能是成功 可能是失败 比如说典型的 像淘宝或者是支付宝 有很多那个营销页面 营销页面的话有很多 那个中奖信息 对吧 当你中奖了 它会提示你中奖了 没有中奖的话会说一句很抱歉 等你 就是等你下次再试一下之类的这种信息 那这种信息 这种中奖的话 如果我们要去调试 应该怎么调试 因为中奖的话 肯定那个概率是很低的 所以很低的 然后你要调那个 调那个中奖的分支 你就发现很难调 你除非让后台开一个什么接口给你 或者让它临时改一下 或者怎么样的 但这个有时候并不是那么和谐 对吧 你要它改了 它可能不愿意帮你改 会怎么样的 这个时候我们前段又想通过去看了各种状态 中奖的时候长什么样 不中奖的时候长什么样 或者出现类似的bug的时候 想快速调试 这个时候咋办 这其实是一个 如何那个Mock 一个接口 这个其实也有很多业界 有很多冲突方案 但是自从有了CGS 这个更简单了 比如说人家调试就很简单 你直接那个Multify一下 因为它作为loader 它第一个控制了路口 路口什么东西都是通过它加载的 第二个它还控制了出口 所以它的出口信息是可以改的 比如说你直接那个Multify一下 然后把它的Status从0改成1 就是表示中奖了 然后你就 你就很happy了 中奖了 当然这个是很简单的例子 但是其实这个例子 很有意思的 今年支付宝出了一件事情 那个支损事件 就是236台iPad的事情 对吧 其实这里面其实有水分的 有些用户其实通过这种方式搞的 对 但是怎么说呢 就是说因为很多时候用户 它其实真的出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 它是可能怎么说呢 有大部分用户是很老实的 但有小部分刁单用户 它会利用这些东西 去把图 结个图 然后给支付宝客户打电话 说我也中奖了 你一定要给我 我这里有证据的 然后怎么怎么样的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很真实的东西 当然大家别用这个去干坏事 特别是当支付宝的营销页面 有问题的时候 不要拿这个来做证据 然后这个可以干什么 它第一个是 可以修改接口 Mock接口 第二个的话 当线上有bug的时候 它其实也可以做快速修复 因为很多公司 我知道的是 发布CMS的一些片段 是很快的 可以走快速修复 但是发布静态文件 可能要走一些流程 这个输入可能比较慢 在这种情况下 通过这种方式 其实你可以快速搞定一些bug 你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把一些bug先临时解决掉 然后再慢慢地 把好的关系想到之后 然后再发布静态文件 然后其实Modify还可以干很多事情 因为它其实是修改接口嘛 这中间想象空间是很大的 这个就交给大家去想象了 OK 然后最后要讲一个调试的是 我们前段对那个F5肯定很清楚了 是吧 大家意见其实也出过很多方案 如何博恩那个F5 其实通过CGS 这个也挺简单 写个插件就好了 因为它在页面上挂载之后的话 其实它可以控制页面行为 这个我就不演示了 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 OK 留点时间给答疑吧 然后原理刚才都已经说了 就是说CGS它是个模块挨载器 它控制了出口也控制了入口 所以它随便干的什么都可以 一定程度上 这个还是那个不说的 包括一些GS错误呀 或者说文件访问的那个开启率呀 各种各样的 然后因为它控制出口的话 意味着它中间还可以做代码质量检查 就很多之前放在比较靠后的阶段的 比如说集成测试环境的一些东西 都可以提前 比如说你可以在页面刷新的时候 你就运行那个GSLint 就是把一些东西都提前做检查 包括像那个代码风格呀 就各种各样的 因为它也是跟那个WinGS一样 会利用那个Function图丝阵 去拿到那个圆码 它能拿到那个圆码的话 中间是可以干什么事情的 最后因为难得 因为难得有那个国际有人在这边 所以想说一个 刘克亚结束确实很不错的 真的是很不错 但是CGS其实是那更好的 可以尝试一下 最后有问题就回答 没问题就Science了 好 一个一个来 反正接下来就是Panel Discussion 反正就是问问题 宜宝人好 我想问主要是关于Define和Wequare 因为这实际上是两个函数嘛 但是它和MD的比如说Wequare.js 或者MD其他时候会有冲突 那我如果是在别的地方找的一些Library 然后我想用到CGS里面 就经常可能会发生 它写的那个兼容MD的那些代码 可能放到CGS里面就会问 就是CGS不是征选那个AMD规范 CGS征选的是那个CMD规范 而且CMD规范 我觉得不是比AMD规范 更好的一个规范 所以把它改过来就好了 对 但是这是一个问题嘛 可能每次都需要改 所以可能就只有等到CGS 就是在国际上也很有影响力 大家写这个module的时候 都会照顾到CGS 首先关于这一点 CGS的理念跟Library是不一样的 Library它是希望别人改 比如说它强推那个JQuery 强推那个Backbone 还有那个AdSkos这些东西 但是这样强推我觉得是推不起来的 而且这个让人很反感的 就像你有一个好东西 你一定要让别人用 但是别人可能不认为是好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条路是不对的 所以我更多是说 把麻烦留给自己 那个自己去封装 就知道怎么封装就好了 另外就是你在HPM压缩的时候 和那个browser去引入这些文件的时候 你做的那个依赖的分析是不一样的吧 SPM是使用哪个Argly.js 然后browser是指定用证则 证则 这种这样的差别会不会引起一些问题 这个确实是有可能稀有隐患的 就是但是目前 其实我最开始那个SPM也是用证则的 而且跟CGS证则是保持一致的 但是后来为了 好像是为了显得更高级一点 所以用ASP 就是去搞扯销依法术 其实这一点上 目前我个人还可能会回归一下 可能应该跟CGS那个保持一致 这样的话就是说 保持两者的一致的话 可以保证有问题的时候 那个都会出问题 就把问题提前让它冒出来 虽然通过AST的方式 通过扯销依法术的方式的话 更严谨 但是这个严谨性 很多时候可能是没有必要的 对我就是所以所以这就是现在这样做法 我就有点就不但信任那个SPM 亚收出来和我就是 Broad Debug 的时候 目前应该是这样的 应该是更新的 SPM 的 因为它那套是跟那是利用 Ucclify.js是跟那个严谨的 就是它一般出来不会有问题 就是它一般出来不会有问题 那CGS可能反而会把一些 比如说那个注释里面的 刘维尔当成东西加载 就是说有就是说 Broadster出问题 Broadster更可能出问题 就是Broadster有可能会 那个多加载一些东西 但是打包之后是不会 出现这种情况的 好 再来一个问题之后 我们开始 这个 一起来问我们嘉宾 好吧 还有问题吗 我们留给更多没有问过呢 好吧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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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回答啊 不好意思 있죠。 诶 这个问题 就是就是和CDN是怎么结合 missile 合到一起的 对 看 maonara大家即将一些 研本更新出来的 instructions in the subject 其实目前其实我们 在中国的话已经 直接就是说就是说 比如说G크� Allier 对这种分装好的这些组件 目前其实有爱三个 已经放在制服室的CDN上 而且我们线上 也就是直接调的 比如说你 您原来已经用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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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